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节目带来聊聊关于俄罗斯的话题 和谐漏 以前俄罗斯切尔哥别利 现在俄罗斯又发生了和谐漏 咱们直接看新闻好吧 京俄远东地区发生和谐漏 4月8号与黑龙江省紧一江之隔的俄罗斯远东城市 哈巴罗夫斯克 就称伯利吧伯利好念啊 发现这个放射员 然后当即立刻宣布啊 这个发射员的进入紧急状态 发射员是距离当地驻扎罗仅2.5公里的移除电塔附近 截至目前呢 这个伯利这个某某这个化工厂已经开展多项工作 确定了辐射源头性质对辐射源进行了移除 并放入保护容器中 运到了放射性废物储存设备 暂时未有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威胁等出现问题啊 这是新闻啊 目前从新闻上来说呢 并没有说这件事情的性质有多恶劣 当然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到底恶不恶劣啊 有没有对周围环境沉着影响呢 这还得需要时间 因为像当初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啊 刚开始也是捂着藏着掖着 不让外百姓知道 等到事情真正爆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薄利这个核泄漏啊 它的影响到底大不大 嗯 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核泄漏就是核泄漏啊 有影响就是有有影响 没影响就是没影响 现在呢保持一个就是说观望的态度啊 呃 一说到这个核泄漏啊 为什么要做今天这期节目呢 是因为看到了网上很多人吧 对于俄罗斯啊 你看看俄罗斯啊 又和谐路了 离我国这个国家这么近 又说这个国家近不近 咱们也可以打开地图来看一看啊 这是中国跟东北的接壤地区 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哪里啊 右上角 薄利啊 这个地方 哎 珍宝岛啊 比如在这一块嘛 以前中国跟苏联 因为珍宝岛战役 好像就沿在这一块啊 就是薄利 是在这个位置发生核泄漏 距离中国的位置 直线距离几十公里啊 有没有影响呢 我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几十公里 就当是核泄漏你躲到几十公里之外 它也辐射不到你啊 啊 那有人看到这个河流黑龙江 那这个也不是问题 因为这黑龙江是往北流的 刚刚我还特别查了一下这个黑龙江的术源 这个黑龙江是有两大支流 中国的支流呢 发源地是在 那里是在呼伦贝尔啊 是在呼伦贝尔 是在呼伦贝尔吧 发源地啊 这里啊 呼伦贝尔是黑龙江的发源地 然后呢 就是流经这个大西安岭 经过中国黑龙江的边界 然后再往北流流到了啊 这是达达海 也就是太平洋啊 或者说是 恶获刺客海啊 就是说俄罗斯即使往河里倒这些核废料 他也不会流入中国啊 这是目前来看啊 不过网上很多人对此的态度呢 就是说你看这个俄罗斯 你俄爹啊 又开始搞事情了 你们中国这些俄爹的孝子贤孙啊 又开始去洗了 洗 我刚刚我也说了 对于这件事情 到底影响是坏还是好 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啊 咱就恶意揣测啊 这个薄利这个当局 他们想要隐瞒 那只是包不住火的呀 切尔诺贝利已经是掩盖不住的呀 还有哪里啊 福岛和泄露啊 还记不记不记得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地图打转移到 日本日本的福岛 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记得了啊 反正就是说日本福岛啊 和泄露啊 那么后来这几年过去了 当日本想要往这个海里边去排这个河废水啊 怎样的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 国际上就截然不同的出现了两种声音啊 呃 什么国际原本能机构说 这个河废水不会对这个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啊 怎样怎样 哎 那个时候吧 呃 怎么说吧 作为一个啊 比较舔日本的啊 说实话 我确实是有点比较舔日本的 因为日本也是黄种人嘛 对吧 我现在我对于黄种人的智商 黄种人的这种呃 嗯 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是很自豪的 呃 所以说对于日本人 我认为也是呃 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 所以说 在这个日本和泄露的时候呢 我还想去替日本说话 啊 当时替日本说话也是一个政治正确 有人就是拿着什么改革技术器跑到中国海边去测试啊 就跑到日本海边去测试啊 就是为了舔日本啊 日本排这个核废水呢 就是政治正确的 就是不能够批评的 谁要是批评 谁就是政治不正确啊 这就是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啊 一个是日本排放 由于西方媒体的大力的宣传啊 宣传这个没有问题啊 不用特别的在意 怎样怎样啊 嗯 就觉得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被包容的 当时我说了 这怎么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呢 我还说说了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并不是说跟着媒体啊 就顺着媒体的风说 是吧 我我是说啊 这个核废水进入海里之后 进入这个生态循环之后 如果能够检测出一些什么物质 但是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生死由命复归在天嘛 啊 哪怎么可能一点点影响都没有啊 当时日本排放核污水 也是引起了 哎呀 滔天巨浪啊 包括砸日本的售服店啊 日本的店破产了多少啊 倒闭多少啊 那店啊 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个俄罗斯出现了核泄漏事故 好像还没有日本严重吧 日本那是 那沿海城市啊 沿海城市核废料一段金融洋流的话 那影响是比较大的呀 那俄罗斯呢 薄利呢是一个内陆城市 暂时来说影响不大 但是呢 人们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包容 哎 因为立场啊 这个观点不重要 立场非常重要啊 你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 你还是站在 日本这边的 而日本跟俄罗斯 以前的安倍晋三时代啊 两个国家关系很好 现在呢 嗯 不太好了啊 你必须得站在日本这一边啊 站在这个敌对俄罗斯的这一边 所以说呢 俄罗斯排放 还没排放的 人家俄罗斯还没说排放的 还没说排放的 如果说等俄罗斯排放核被料 那不反了天了啊 那不说赶紧质解俄罗斯去 俄罗斯又要干完事了 现在只是把那些核污染源把它给出纯属起来 哎呀 一提到这个核能啊 我想到两个科学家 一个是爱因斯坦 一个就是呃 什么呃 尼古拉特斯拉啊 确切的说还有第三个奥本海默啊 奥本海默它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什么 和这个这个 这个 和和聚变和裂变技术 把它给武器化的 这奥本海默刚刚只是相对论 那是爱因斯坦 啊 在但是呢 站在这个事情的对立面是谁 是特尼古拉特斯拉一直在反对 爱因斯坦他搞不出来好东西 那是在玩火啊 其实这个是地球上是有洁净能源的 不用石油也不用核能 有洁净能源的能量无处不在的 只不过呀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被掩盖起来了 咱们也只是聊这个和谐 不和谐 啊顺便说一嘴啊 你说这个俄罗斯 嗯 日本 嗯 中国的 哎 中国好像最近这几十年 没出现什么和泄露事件啊 你看看这中国这沿海其实有很多核联战的 一二十座核联战的 是没发生过还是发生被掩盖了呢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如果说有知道内幕的也可以啊 在留言区啊 聊个一二啊 中国日本啊 俄罗斯和谐的不和谐的问题 好吧 先说在这里吧 先说到这里吧